大家好 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原神成就攻略 成言巨淵 85 九文字之傳言 成言巨淵86 QuizTenobus成就 NICE 二批視頻我們來收集九文字之傳言 這個成就 我們需要一個跑得快的角色 之後 不能裝備流明金石 因為裝備流明金石掏進之後 它就會消失 之後我們打開地主 來到最左邊這個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西方向 朝這跳下來 然後開示板 再撞到西南方向 在鍾離腳下面這樣 我們這樣遭度 不能暢到第一充密文 我們過來觀察一下 好的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這個TP點 上房間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事先朝背後撞 從這條道路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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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在我們的右手邊 前面在右手邊 前面在右手邊 看到第二條密碗 我們來裝查一下 裝查一下 好的 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西區市廳 下房再下房 記得TP點 到了TP點之後 然後我們視線先朝東南華江轉 從這邊沿著山崎走 我們不跳下去 入住了這個QQ遠之後 再朝前面上來 之後朝右手邊 把視線轉到西北方向 我們爬上地的地方 我們爬上地的地方 就能在這看到我們的 這三條密碗了 我們爬上地的牆壁 來裝查一下 裝查完成之後 我們把視線轉到背後 從這跳下去 開吃吧 別摔死了 我們到最幾下 之後把視線轉到西南方向 從這個 洞頭走進來 來拿這條密碗 拿上之後 我們再點擊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七區市廳下房間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先把視線轉到 南方向 從這跳下來 然後再把視線轉到西南方向 東北方向 沿著這條路 沿著這條路 我們要一直走 路過這個 火把羞羞人 他就在前面 是吧 我們來裝查 好的 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這一個 無名遺跡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先轉到 東北方向 從這跳下來 然後 朝 西北方向 飛 我們要去到那個 遺跡重機處 在遺跡重機前面倒塌的 石柱呢 從我們的 第七條滅碗了吧 我們來拔一下 光查 光查 好的光查一下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地下水澤 這個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靜止 抄前走 然後來到 這個橋面 我們要去到 前面那個 中樓 路過的一個羞羞人 我們繼續 抄前走 走 抖到這之後 我們抗向左手 大概這樣 墻上就死 輪出來拿一下 拿好這個之後 我們沿著牆 擠走出去 打開打 然後從這要跳下去 好像南方向 按鈴鐺通走出來下面 從我們的第八條滅碗 從我們的第八條滅碗 拿好這個之後 我們再拿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鋸魚恩處方區 上方借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 轉到東方向 從這要跳下來 開始吧 然後再把視線 轉到北方向 我們要從這走進去 這裡不動頭 我們沿著一條路走進去 我們走右手邊 然後沿著右手邊繼續走 這也是一條當形大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條秘密 繼續收並續 先閱讀一下 又能獲得我們的 這批視頻我們來收集 久樂通走出來的原型寶珠 我們需要一隻跑得快的角色 還需要一隻大劍角色 準備好之後 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七驅十停下房 再下房借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東南方向 貼著懸崖 從這兒飛 剁了這層柱子之後 我們貼著柱子走 來到這兒 我們用搭建角色把它打破 進來 這是我們的第一熱衝球出來 來檢驗到 好 擊殺機的動籌出來之後 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無名遺跡 接著營地 無名遺跡下房地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靜止抄前走 從這個主線的動籌跳下去 過主線時候的動籌 降到底部 降到底部 這樣的時候注意調整一下方向 別摔死了 到了底部之後 然後就能唱到我們的第二支通籌轉 來檢驗到 好 擊殺王這支通籌轉之後 我們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銀裝俠道上房地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朝東方向轉 從這個懸崖往下跳 然後再把視線撞到我們的東北方向 這有幾個爆炸佐石 我們來把它引爆一下 裡面就是我們的第三支通籌轉 這還有一個珍貴的寶箱 我們來撿一倒 好 擊殺王它之後 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一次我們回到 銀光俠道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進尺朝前走 不用動方向 就沿著這條路 一直走 真是即興的 好 你也 你也 準備一下體力 別 沒體力啦 前面我們要飛起來 來到這之後 我們開翅膀 朝下燦 就能燦到我們的技術從頭轉 這應該是第四支 這應該是第四支吧 來 我們檢驗到 行 好 擊殺完成之後我們打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地下水澤左下方借個TP點 到了TP點之後我們不用動方向就朝前面飛 我們要去到上次拿蘇吉那個地方 從第四支動手走進來 這次我們不下去 我們再朝前面走 來 檢驗到 好了 把它擊敗之後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居蛇沿洞這個TP點 到了TP點之後也是不用動方向 直接朝下跳 然後視線橋下撞 就能唱到這支沖草怪了 我們先用流明釘石把旁邊的淤泥清除一下 再和它打 來 清除 好解憶到 擊敗這支沖草怪之後我們再打開地圖 如果這個TP點下面的礦丑門胎了 你們就直接TP默去 然後拖一下進度條 我帶沒胎的小夥伴去拿一下鑰匙 沒有鑰匙的小夥伴我們先來到 剛才記得TP點 到了TP點之後我們把視線撞到西北方向 然後要一直跑 我們從這兒跳起來然後朝前面飛 來到這時候沿著這條路一直走 點 點 到這之後我們躺向我們的右手邊 這有一個跳板我們踩著跳起來 朝著北方向一直飛 點 拿到鑽 調查一下就能拿到礦中的鑰匙 我們可以過來把這邊的借鑰匙引爆 這個路就開了以後可能會用到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臨時處放到左下獎勵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我們把視線撞到西方向 從這兒跳下去 從這兒跳下去 然後看向腳底 我們降遭度 來到這個門前面 拿鑰匙 剛才我們獲得的鑰匙 點擊開門 來這 好的我們檢驗它 擊敗鏡子空潮出來之後 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地下水澤上方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朝西南方向撞 從這兒跳下來 我們降到最底部 這個洞頭我以前帶小夥伴們來拆過了 不知道的可以跳一下去 唱一下地圖怎麼拆 我們進來 我會墊上的 然後貼著右手邊走 進來之後就能唱到我們的 第八支通潮帥了 來我們來檢驗到 好的擊敗之後 我們再打海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無名遺跡 這個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靜止抄前走 抬一次吧 我們飛下去 唱到那堂淤泥 那就是我們的第九支通潮帥 對 一樣的我們先用流名詩 清除一下淤泥 再後倒打 我們點擊清除 好的 檢驗到 擊敗它之後 按向風作師 我們打開地圖 回到剛才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能再朝前面走 這次要跳起來 開始吧 從這兒 從這兒注意一下 我們 從這兒就可以爬上去 上來之後 我們先爬向那人石珠 然後朝西方向一直走 進入這個洞頭之後 進入這個洞頭之後 我們轉向左手邊 來到這兒 再一台吃吧 我們先來到這邊 立個 牙壁上 之後 肉拼抬貼落腳 我們再撞回到背後 從這根樹藤上爬上去 真是急性子啊你 到了這之後 我們暢香右手邊 從我們的新郎方向 來到這兒機莊之後 我們點擊開啟 用我們的9J元琴寶珠 開啟之後 就能獲得地的成就 進來之後 有一個華麗寶箱 一個金字寶箱 和一個珍貴寶箱 好的 記得關注再走喔